现在开始刹丝 里边刹入 切丝上面挖一个小钩 手动 手动用的 正点动 按正点动 将铁丝挂入最左侧第一个槽里边 压入压式轮 第一个为下边 第二个为上边 下边 下边 上边 外侧 铁丝 向下弯钩 弯一个小钩 挂入模具上边 第二个槽里边 按正点动 外侧铁丝 第一个轮为上边 第二个轮为下边 上边 下边 上边 下边 一次摇好 按正点动 将铁丝出一截以后 将刀板放垂直 看 右侧铁丝 是不平整的 往 右侧倒 这样为劲儿大 劲儿大的话 摇这个 将这个刀板 往左侧椅 往左侧 就是摇地 接头上面最左侧这个摇轮 逆势 顺势的方向摇 看着这个平台 往左侧移 摇成什么程度 这个得试着调 再点动出丝 点动出丝 将铁丝掐断 按切丝 按切丝 刀盒 将切丝掐断 掐断切丝 拿掉 继续 再按正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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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刀板放垂直 看右侧 还是轻轻 往这边斜 继续调整 继续调整 将刀板往左侧椅 往左侧椅 现在将铁丝 出的这边是垂直的 那头是垂直的 现在调整两个铁丝的 裸具 上下两个弯 裸具 这叫一个长一个短 必须得调成这样 才行 调成这样的话 到这边来数一下 这个 这个铁丝 这个长 这个 这个接一个数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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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长 就往右边调 右边调整的话 就松开左边螺丝 松开右边螺丝 紧左边螺丝 往右边调